来关注疫情的最新数据 我国今天新增了4743宗病例 雪龙依然是全国大红区 新增了1566宗病例 卫生部傍晚发例行文告指出 除了雪兰儿疫情严峻 接着是森美兰新增585宗病例 沙拉越则有507宗 全国目前有875名病患在加护病房救治 445人需要呼吸辅助器的协助 死亡数据方面有77人身亡 总死亡病例推高到4554宗 今天的康复病例有5557人 再次超越了确诊数字